大家好,我是Jack 今天去特斯拉提车 已经网上办好所有手续了 马上打车去特斯拉的店里面提 给大家看看流程 大部分的流程在APP上面就可以操作好 这样你去店里面拿车的时候就可以省点力 看看我们后面会发生什么吧 马上打个车去 打车过去要30美金,有点远 不知道这样会不会伤到我邻居的心 我这个他人才算,我这边就提一台新款 不太合 有钱人就是这么补食无法 我是买的后轮驱动买的 就是说它的电池是03铁铁 可以充到百分之百 如果是全轮驱动好像是三元铁电池 只能充百分之八十 就是对它比较好的保养 所以说它们两个的续航里程几乎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你如果不要四驱的话 那个高端版没有用 就是全轮驱动版要贵九千美金 打上岁一万了 我觉得不太值得 但是它的电机能多保修两万卖三列系统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用 可以买一眼保 这个车哪能开到十二万卖呢对不对 所以大家就是蛮最便宜的 然后这个基础版呢它没有联邦抵免 就是那个七千五 我们都也没有什么补贴 什么也没有 加州好像可能有补贴的 其他都是差不多的 然后充电呢这个普通版最大的电流就是三十二A 就弄插座那个mobile connect就行了 就移动连接器就可以了 不用装挂臂式 当然你想体面一点有没有 现在就这样 等一下我们看看 取车的流程啊 这个普通版是三万九千九 四驱版是四万四万八好像是 对四万八还要再加一个一千一千三的这个运送费 加税 税要个三四千块钱 三千到四千吧 如果你是四万八的可能是要四千了 在台湾好像普通版卖一百八十九万 全能驱动版可能要两百多万更贵 国内大陆呢就是比较便宜一点 都比我们都便宜 所以说中国人还是幸福 美国都贵 美国现在汽车比中国还贵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买这个完全是想就是跟得上一点时代人 这个价位能选择的车太多了 二手车选择太多了 能买X7能买MODX 能买很多德国车都是旗舰的 宝马7系奔驰S都可以 为什么偏要买这个呢 就想买这个 就想体验体验新的科技是什么样 不能把自己落后就是leave myself behind 我看看他到底是怎么个牛逼 上去试驾了一下感觉还是蛮颠覆的 我们老年人嘛 现在35岁以上就上了 老人要注意跟得上时代 所以说我就买一个这个试试 其实如果是在美国跑长途的话 丰田的混动开始比较好的 你像我上次去太后湖 跑一趟800公里 只要驾驭自由 这个特斯拉可能要充两三四顶 而且你这个充电 跑长途你要根据你的这个充电来规划 如果跑长途其实不是很方便 我个人感觉 但是我现在还没试 试了就知道 在1940年里 是在1940年里 是当地团的 是当地团的 有什么事情 发生了 他们在那里 他们有钱 但是没有人会 带他们的钱 对 所以 他们带他们的钱 他们的钱 他们的钱 你们的 你们的革命 人生的生活比在紐約更好 我可以在紐約增加我的錢 我可以在紐約增加我的錢 我的錢的價值會增加 我可以在紐約增加我的錢 噢,對,那是我的車 正在這裡嗎 不是我的,我的是新的 這是一個小的頭髮 好的,我的兄弟 確保你所有的東西 謝謝,可能是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那個 Modo X 你喜歡那個車子嗎 不,我覺得是很糟 有人在搭載我背後 我從來不想拍攝 的照片